不太有愉快 老找我来了 嗨 大家好 我是练习时长两年半的UP主播 日本是一个我来过很多次 但是还没有玩够的地方 这一次我们踏着柯南的脚步 第一站就来到了日本的关西 海边度假小镇白冰 顺道也跟各位来聊一聊 新手出来日本最关心的几个话题 首先是入关 之前还需要填写一个个表格 我现在提前扫好这个QR码就可以了 我本来是以为可以丝滑入关的 结果第一步我就被拦住了 我开始还以为只是开箱的检查一下 结果边上的日本小哥过来跟我比划了一通 大概意思就是你别动 让人家检查 OK 我就只好一边用英文跟小哥尬聊 一边等小姐姐检查 不知道为什么把我留下了 可能就是因为你带的设备太多了 后来我查攻略的时候发现 说如果你买多了奢侈品 有可能会被查 好歹我也没带什么伪禁品 查了一段也就被放行了 那是OK 我给你 等你不等我 我好像走到这儿就有点影响了 我们现在到白宾了 然后后面这个就是克兰的这个白宾的车站 我们看到这个棚子 这个棚子就是克兰的那个棚子 日本的交通也是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要再能下载一个Googlemine 导航里边会直接给你规划出 是公交线路还是JR线路 包括几点道在哪坐车 那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待过超过一天的话 是非常非常推荐购买这种通票的 大家可能会想日本的出行到底贵不贵 其实我觉得只要你不打车就还好 因为打车的成本在日本的确非常非常的贵 基本上一小段吧 在国内10块钱的话 可能在这边就得将近50块钱这个样子 公交车呢 我们买了一天的这个通票 应该是1100日元一个人 55块钱人民币 你就一天的公交随便坐 你像我这种在国内从来不做公交的主 到了日本就被迫着去做公交 有人担心你不会日语能不能来日本 其实无所谓 日本的旅游呢 应该是对中国人最友好的了 路边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汉字 你能够看得懂 现在我们看这个街上的路牌 大家能看到三段壁 千层富 然后圆月岛 吃饭的时候呢 大部分还都有中文菜单 而且大多数时候 你跟他们比划一下 也能够听得懂 我们现在在超市里边 就在各种的找口洋桃 但是就没有找到 现在有一个大叔模样的人在帮着我们在找 那说到不带现金来日本是不是可以呢 理论上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除了他这边坐公交车可能会需要用 剩下的有很多的小店的消费 全家像311这些便利店 包括像有些小店 都可以用支付宝 对 支付宝非常的方便在这边 所以你如果要是不带钱呢 你整个的刷卡体验 其实是跟在国内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的 现在在出租车里 然后发现出租车里边都可以用阿里配了 如果你真的不带现金来日本 你能打出租车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还是建议带一个大概2万日元 也就是1000块钱左右的人民币 然后来日本 这样的话呢 你在坐公交车的时候 多少可以用一些 前面就是偷雷偷雷了 然后边上就应该是吃烧烤自助的地方 左边那边应该是个各种大排档 吃什么其实并不重要 对吧重要的就是 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偷雷偷雷号称关西最大的仪式 不光有整条黄漆金箱鱼的 现切现割服务 而且呢 售卖的鱼货种类还是挺多的 很多海产的种类 都是我们叫不出名字的 扇贝 然后一些轻叠的 1500元 和7500元 这一条200元 这一条上班 就感觉应该是比国内要贵的 2600元 这一条是70块钱 这个鱼室里边跟国内一个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的兴山的味道 整个清洁做的还挺不错的 北海道的这个 我们家领导还进行了现场的厂外求助 应该买哪一部位的金箱鱼 他的朋友指点说 买脑天就是金箱鱼头部天天盖那一块的肉 属于隐藏的菜单 一般只有老贴级别的美食家才会购买 属于味道特别好 但是价格呢又特别实惠的 多少钱 一百块 两千日元 待会再过来一起拿吧 这个是金箱鱼饭 本体饭 这个是金箱鱼的肉食 这个就是 老天 说中的老天 天灵盖肉 然后这个 现开的 现开的 台湾肉 五十块钱 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看一下海蛋的圆赏是什么样 就是我觉得不太有鱼味 小鱼我觉得很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天都爱吃 可能我就爱吃这种平民的食物 吃饭的时候边上正好有一个小狗 于是我装猫递狗的臭毛病 就又上来了 没想到他居然不给面子 逗了两下就把脸扭过去了 我第一次被一只狗嫌弃 可能是路边遇到了几只小猫 特别的给面子 蹲下来他就过来让我撸 算是安慰了我这受伤的小心灵 老找我来了 过来过来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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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头说了是跟着柯南来的白宾 我们这一次也把柯南聚集中出现的几个景点打卡了一遍 这块就是柯南看岛的地方 然后这边就是它坐海底观光船的地方 这边就是云月岛 然后远处的这个船就是海底观光船 然后在边上就是水族馆 基本上青山岛昌就是在这边待了一下午 然后拍了一个 一集 对 拍了一集 水族馆里的生物准备不算多 门票价格30块人民币也算是合理 只是感觉这些鱼好像中午刚刚在投雷投雷市场见过 感觉是复习了一遍中午都吃过了什么 原汤化原食了属于 这不就是中午吃的吗 帝王蟹 我们正好赶上工作人员进行投胃 看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带着孩子来的同学可以让孩子们过来看一看 这边就是柯南的三端壁了 也不叫柯南的三端壁 就是大家能看到的柯南里边的那个三端壁 然后 对 这位就这么大 在这边看一看 我们现在在三端壁的上方 然后从刚刚那边那个位置有一条小道可以走过来 我今天还琢磨说下午 就是一点多钟之前还是有太阳了 对吧 我老婆当时还在抱怨说没有墨镜 没有墨镜可以带 然后怎么忽然之间到了下午 天就阴了呢 后来破案了 因为有个人他来了 老婆老婆 我来日本了你到了吗 咱哪见 哎 怎么讲呢 天气之子就是如此的神奇 大家一见三连就可以多多看到我了 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世界遗产 传说中的日本秘境 以及有可能去到的海豚的地狱 那么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要是再跟这个女人出来爬山 我就是狗 真过天 下雨来这里坐岛 现在没有圈子坐也没得住